接著我們看到右邊有個筆刷面板 然後上面這一排叫沾隨筆筆刷 我們可以自己新增進來 沾隨筆筆刷 OK之後按下確定 這裡呢第一個可以改變它的角度 那圓圈圈看不出來角度的差別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壓扁 這叫圓度喔 圓度壓扁 然後這時候你再轉角度的話才會有意義 再來這邊有個尺寸可以去做縮放調整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裝繪圖板的話呢 可以把它改成壓感式 那畫出來的線段就會有出遊戲 它也能支援感壓 那我們現在只有這樣之後就確定 好了之後呢我們選擇筆刷 就能直接把我們的效果給畫出來 當我們線段有出遊戲的時候 它會增加一些些這簡單的質感出來 點滴筆刷